通常患了癌症,大家都会想到手术切除治疗,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,但事实证明,癌症患者中仅有20%的患者可以进行手术治疗。 有研究显示,70%的乳腺癌病人,即使是在早期,癌细胞也可能存在于外周血液和骨髓中,这些癌细胞常以癌干细胞形式存在,处于休眠状态,一旦时机成熟,便苏醒,快速生长,形成新的肿瘤,因此,通过手术把乳腺癌切掉,肺癌拿掉,全身性的癌细胞仍然是没法除静的。 张玉,46岁,在10年的时候被医院确诊为一线癌,因为当时考虑到年龄和身体素质的原因,打算先化疗,看一下症状能不能缓解。 但是令人失望了,化疗后的腹反应太大,后来的时候又出现了反复的情况,这让她的身体一度坚持不住了。 后来医生也已经告知没有多久的时间了,但是后来她却健康地活了十多年,她是怎么做到的? 一、中医免疫力在出院后,接受了中医的保守治疗法,老中医说原预餐的抗癌效果很好,被视为强有力抵抗过滤性病毒的物质,大幅度提高免疫功能,阻止致癌物吸收,排泄作用。 在服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后,她的病情就得到了控制,后来就一直坚持了多年,再到医院去检查,医生说她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几乎不存在了,癌症的治疗很难,但是还是要坚持治疗,才能有战胜癌症的可能。 2、常吃枸杞子抗癌日本学者,发现百茶枸杞之所以有强壮、滋补、抗癌作用,是因为它含有较多的者,枸杞能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和血清溶菌的活力,从而提高机体对细菌的抵抗力。 具有磁性激素,样作用和升高白细胞作用,癌变往往由突变率先启动,抗突变因素在抗癌作用上十分重要。 百茶枸杞子的丙同左叶对致癌即诱导的突变株TA98、TA100有抑制突变作用,抑制率分别为91.8%,82.6%,说明枸杞子有抗突变物质和具有防御,阻断突变作用。 国内的科学实验表明,枸杞对人体癌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,枸杞多糖的免疫功能可以同当前国际艾滋病主要药物ATPD,天然而无毒副作用的枸杞现在已引起国际医学界的极大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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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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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